這個節目 我是謝雨薇 哇 哇 你看看這家很棒 哇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年代的 我自己有一支这个 這個在台灣沒有演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機器人 這是Q版的超人力霸王 這真的是寶庫啊 最早我的那個年紀廟廚師 後來好廚師 廟廚師是賣咖哩飯 就是做一個廚師 他去賣咖哩飯的故事 然後後來有一個好廚師 是做壽司 日本的漫畫真的很有意思 他那個編劇都編得超好 這個在漫畫大王裡面 台灣的漫畫廚師叫做巨人麗霸王 這個台灣沒有播 就是 我其實很多內容都是自己 用小朋友在讀解讀日文這樣子 但是這個我小時候 一直很喜歡這兩個造型 就是這個拿劍的跟後面那個 他們自己就是 這個是飛機變的 後面是乘車子變的 Ultraman 這個2200 可是都沒有我的賽 我要4XL 我在日本買3X都太小了 哇這是恐怖漫畫 連恐怖漫畫都有 我有他的那個貼圖耶 呵呵 這個是 叫宇宙什麼豪翔 這好像是不是 城市獵人的作者 他早期的 他手有一支機關槍 有一個砲 惡魔人也是那個 蛇神張太郎的作者 黑斗神拳 很好笑 其實你已經死掉了 然後那個人就笑 然後就突然爆炸 超誇張的 確認力霸王 好好笑 然後這個日本版 他這個完全是日本造型 這個 好好笑 超好笑 搭Case啊 你看他那個字 都學那個Star Wars 對 其實那個日本的超人的 整個的設計跟風格 跟美國完全是兩個 不一樣的系統 這邊有幾個 像那個兩顆海星的怪獸 也是經典的造型 雷鳥神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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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播過 那很早很早一些 它五十年前嗎 雷鳥神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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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剛過世 雷鳥神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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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電人 日本很早期的機器人 雷鳥神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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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表弟啊 小我大概六七歲 他們對這種 像我弟弟啊 他們都看 他們都很喜歡這種 而且甚至他們 看到這個會興奮 我是看五感 就是不同世代 美歸的超人 好 這邊是 Elmo 芝麻街系統 以前我女兒超愛 她超愛Elmo 我超愛芝麻街的 我寫童謠專輯啊 小時候說到 看芝麻街跟那個 大千蛙劇場 因為他們都是大人寫的 都好好聽 聽說這是東京很有名的烤肉飯 我超愛吃燒肉 你知道嗎 而且我吃燒肉一定 厚薄的牛舌都要點 啊 炒飯剛好還沒有吃 你知道嗎 現在口水都流出來了 當然就是肉最多的啊 牛舌跟牛肉 這是在地人帶的 一定好吃 謝謝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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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期待 我最喜歡吃燒肉 你知道嗎 每個禮拜 肚子裡面的灰蟲 就 燒肉時間到了 燒肉時間到了 而且日本的燒肉比台灣便宜 所以這次好好享用一下 聽說這個是有五種肉 來吃吃看 我聽說這個飯可以先配燒藥 這已經是第二份肉了 因為我是超級肉質主義者 回家那個 進駐到一個比較高的境界 會有一種人生的大樂 然後吃到好吃的時候 我眼睛會閉起來 美食的三摩地 用每個舌尖 每個胃裡去 感覺一下 它這個牛舌尖 就讓你感覺到 美食的三摩地 吃牛舌肉 阿彌陀佛 繼續吃 哇 這個超好笑 原子小金剛嘛 他原人叫做鐵碗阿湯姆 那你知道為什麼 頭上兩隻腳嗎 你知道 水龍自從超好笑 他有一天洗頭 洗頭把頭髮這樣摺身兩個 所以他最早這個造型是 水龍自從在洗頭的時候 弄那個洗髮精有沒有 把頭髮摺身兩隻 他其實不是像牛角對稱 他是滿特別的斜角 所以他就在浴室抓頭髮抓起來 這故事很有趣 他其他身 他的身是 水龍自從漫畫裡面 角色也都特別有這種 犧牲奉獻的精神 他每個角色其實都有一個殘缺 比方說他是人類設計出來 人類把它當工具 那常常會為了人類 他就常常犧牲自己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只是人類設計出來 常常被人看不起 或者只是個機器人 記得有一集叫做機器人大會戰 就是全世界選出十大機器人 每個都好厲害 那結果後來有一個博士 就是做一個超級厲害 就去挑戰 結果九個都被他破壞 都死掉 那九個都是為人類服務 那這個機器人 就是超級邪惡超級壞 後來跟鐵比亞康姆對決 後來發現他 最後也只不過是人類的一個 一個棋子 後來他自己好像被破壞之前 他自己也了解到 故事其實蠻戲劇 蠻悲劇性的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那種機器人 就是發條上一上會噴火啊什麼的 以前台灣還沒有賣到那麼複雜的 台灣賣得比較陽春 最早就是用鐵皮玩具 我們小時候這個 吸血男爵也是收中自從做的 有些女生特別喜歡收藏這個 柏爾加 其實收中自從本人很帥 他每次把自己畫這樣 有點好笑可愛版 他本人蠻帥的 他是個醫生 這好可愛 好可憐 他死在山裡面 蠟筆小青的作者 這是那個日本神龍時代 有些雕像 真厲害 做這麼多扭蛋的模型啊 你看後面的工程有多龐大 我在想說他這麼多 可以雕這麼細的那些雕工 那些藝術家都是在哪裡 十多年前 孤獨的美食家 剛在台灣播的時候 我就看孤獨美食家 怎麼跟我一樣 因為我都是一個人吃 因為其實我真的吃美食的時候 不太喜歡跟很多朋友 因為你在嬉鬧中 沒辦法真的 感覺美食的味道 我常常就是一個人到處亂鑽 就是 我比孤獨美食家更早 我以前就一直是這樣 後來發現原來 這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覺得 生日Party那些 你去吃那個吃到飽 你真的吃好吃的 就 帶著最close的朋友 或者就一個人 慢慢的品味 我會吃 你知道這清清如水啊 台灣的一般 我們習慣 甚至我會加辣油 加加的很香 我第一次知道 這麼輕的 你如果喜歡吃清燉的話 會選廖家 可是這個比廖家更清淡 還是清甜 就是 我覺得它直接下面 就是 很清淡的 在台灣就可以賣得很好 就 鮮甜的牛肉香 加青蔥的香 它沒有這樣 台灣可能加那麼多 辛香料 做很單純的一個 可能是牛骨加牛肉去燉 然後把上面油都撈下來 可是 我第一次知道這麼輕耶 你會像開水一樣 很特別 Good service 他們的服務 真的是發自內心 就這樣跟你敬禮 跟一般的店不太一樣 多甜美的聲音啊 它長得很像 我一個好朋友叫邱琼瑤 他是劇場界的一個很資深的 算是編導吧 像不像 邱琼瑤看一下 他們服務真的很好 拍攝的人跟我講說 你看這個店好不好吃啊 就是老人家去吃 它就是好店 還真的是 真的不錯 下次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超時空要在這個畫時代的那個設計 就是 影響後面很大 就是把F14的造型可以變成一個機器人 而且最酷的是 你看它就可以變半飛機半人 又可以變成整個人形這樣子 然後所有人住在宇宙一個大要塞裡面 我還會唱 那音樂一開始就是這樣交響樂 這個出現的時候我才唸國一 國中一年級 她沒有喜歡 這個就是哪個 那是 那是 好啦 馬仙咖Z 那個 台灣的無力鐵金剛 就是原本叫 馬仙咖Z 有些Q的還是滿喜歡 像這個還滿好笑 我可以學它 我可以學他 我嘴巴可以拉15公分 臉皮特別軟 100塊什麼意思 就全部都1塊 每本書都100塊 是喔 100塊 老師100塊 100塊 哇 我的天啊 哇 沒想到 100塊台幣多少啊 你看這個全彩色 那怎麼帶回去 寄回去怎麼寄 你那個軍備都比這本書還貴 對啊 感謝你發現到這個寶物 因為我本來想說書太重了 然後又滿貴的 這尊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是永關堂 叫做回頭顧盼的阿彌陀佛 他這個有一個典故的故事 就是一個僧人啊 他做夢 夢到奧彌陀佛跟他說說 欸你要趕快好好休息啊 要不然你跟不上 那後來其實 他就造這個夢想啊 就是全世界大概 只有一兩尊 就是這種 因為這個故事而做 這種回頭 你應該沒有看過 他意思就是佛陀 側邊就是回顧眾生說 欸你要加油 或者他就是很關心你 欸你怎麼樣啦 你要加一把劑 所以這個 我那時候在永關堂 在這個佛像前面啊 站了好久 這做得非常非常棒 在京都永關堂 這個1977年 哇 而且他保存得這麼好 對啊 太好了 夠買 哇真是緣分 你沒有瞄到 就沒有這個機會 這可能是他禪宗的藝術 禪宗的繪畫跟禪詩 像這個是應該是禮貼館 對對對 哇這個也是超棒的啊 對啊 這個賣你100塊台幣到 Oh My God 對啊 糟糕了 今天會很重 0拍 看 這個人 這個人專門收藏 這 哇 完蛋了 我 0拍會話 完蛋了 我抱不回去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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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重要了 這個太重要了 你看完全是昭和風 完蛋了啦 你怎麼不高 怎麼回去啊 糟糕了 我可能要用記 哇 這是我最喜歡的 那個 日本的 東蜜 東蜜的道場 金剛風刺 不動蜜王 哇糟糕 哇 書就是這樣 我搬家也是搬機卡車 都是書 哇 這次我去參訪的佛寺 一堆都在裡面 我本來想說日文不好 但它這個都是圖片 而且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 就是 日本的京都跟奈良的一些 佛教藝術跟文化 哇 沒想到買到最重的東西 份量跟這個文化的厚度最重 以後會常來 土包子50多歲才來東京 以後熟了機票一買就飛過來 哇 這個雜誌好棒 日本真的是雜誌的天堂 好重喔 好重喔 台幣都要 100多塊 這次每到一個地方都跟當地的鳥對焦 哈哈 哈哈 感想非常非常的豐富啊 因為台灣沒有這麼周全的動漫市場 真的好多東西 謝謝帶我來這邊 然後看到就是很多我那個年代 因為我比較怕秋衛員都是 大概是80年90年以後出生的人 這個東西 那這邊看到蠻多 很很 比較70年代的 超人偶像 所以很開心 然後另外也感受到 喔 他們那個動漫的市場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個感染力 所以 日本人他的動漫 那個軟實力 對世界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那 除了這動漫是一個商業市場之外 我覺得 他對整個世界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 包括現在的藝術家 你看春上龍的東西 就可以看出 日本動漫對國際的影響 那剛好這次去這個 京都有看到他的回顧展 本來對他的動漫 因為是 比較後來的 八九零年代的風格 本來對他都沒有那麼興趣 但是後來發現 他其實以前在京都工作過 然後這次展覽 他是把京都很多的佛像啦 一些什麼壁畫啦 一些文化的元素 加到他動漫的元素 我就覺得非常有意思 比方說他在那個 日本的清明上河圖裡面 加了一些動漫人物 你要慢慢去找 就發現 當這個動漫跟 藝術文化結合的時候 還是很有意思的 不過話題轉過來 這是東京的初體驗啦 然後就 也很幸運 就看到幾本我最想買的那個 奈良京都佛教藝術的書記 然後基本才一百塊 這不但回到台灣怎麼行呢 在這邊就被當便當紙包掉了對不對 所以這幾天有空我還是 我本來想說我日文不好 但是有空還是逛逛舊書店 有那種圖文並茂的 回去收藏一下 那那個 超人公仔我就要忍痛 就不滿 因為家裡實在沒地方放 你看到那個 一些你小時候看到的書籍啊 它的色彩 然後那個氛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對圖像比較敏感 我看到比方說 小時候模型的封面 小時候你曾經看過漫畫的封面 是某種風格 那個氛圍會突然讓你感覺到 一種進入時空隧道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蠻特別蠻妙的 而且是以前就很想要接觸的 因為我剛才前面講過就是 小時候台灣接觸日本動漫的機會 並不是太多 特別是超人的部分 因為我有一個小朋友好像說 我是科學小飛俠 然後從二樓跳下來摔死 台灣的節目就禁止播 有關科幻超人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台灣 就我們很渴望 我們常常在書店看到一些超人 可是沒辦法看他的卡通 完全用猜想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說是很痛苦 你又很嚮往 又完全不知道 那時候很羨慕香港的小朋友 他們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只能鑽到光華商場 那個救出台 連救出台都買不起 就是用自己了解的中文 而且可能他的意思 跟中文的意思完全不一樣 就是自己去猜想他的意思 所以這次看到小時候的很多偶像 很開心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很多人喜歡旅遊 因為你到了一個異國異鄉 一切事物都是新鮮的 所以你的生命好像都活過來 不過話說回來就是 我們如果可以訓練自己 每天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每天喝同一杯豆漿 喝同一杯牛奶 那時候有不一樣的心情 每天都是一個像小孩子一樣 refresh 重新刷新的那種心情來生活的話 也許先用出國來練習 練習回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你每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每天都活在一個崭新的經驗裡面 這樣讓生活更美好 就我覺得出國旅遊 有一個讓自己可以體驗這樣生活的感受 把這個感覺帶回台灣 在生活裡面運用它 在生活的地方 有什麼地方 在生活上 在生活上 在生活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